不過如果談到婚紗照 其實我們來看到 這是謝霆峰之前 和張博之他們兩個的婚紗照 是獻殺了許多人 不過現在最新的消息 我們來看到娛樂焦點 這是在謝霆峰的部分 現在傳出了以8年3億港幣 折合台幣11億多元的天價 和經濟公司續約 而聽到記者問起這樣的事情 謝霆峰看到微笑 他是坦誠說已經簽約了 但是對於金額他還是保密 16歲就和經濟公司簽下 14年長約的謝霆峰 約滿動向備受矚目 現在傳出經濟公司砸錢流人 8年3億港幣 折合台幣11億多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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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簽了簽了 就不久了 就不久了 上個星期 你真的很喜歡 啃買的東西 那你幹什麼 簽約年限和金額還是保密 只說雙方都很滿意 老闆 你能幫我一個忙嗎 30歲的謝霆峰之前以10月為成 獲得香港電影金项獎 升時看掌 最近芯片片酬喊到台幣將近4000萬 而他在8年前開了廣告和電影後期製作公司 如今已經包辦了香港5成以上的廣告製作 據說一年賺近超過3億 真的身材有道 只是最近大家也很關心 他妻子張博之撞傷人的後續處理 他是擔心過法 但是這件事我也不必 我也都沒有資格去過分去參與 因為暫時還要交給警方的處理 他說真的會照顧過台幣 他會的 再替張博之表達最大誠意 香港媒體也傳出 其實謝霆峰機器公司老闆 有意把張博之也簽進來 一家人有沒有機會變成師兄妹 目前還是未知數 終點希望李靜最後報道